正当全球焦点都停留在谈论几个大国大厂生产的疫苗品牌 西班牙制药公司Farmamar星期二对外公布 所研制的抗癌药物Flippidefcin 又或者称为Aplidin 对新冠病毒具有强大的临床前功效 有助于阻断病毒细胞繁殖复制 包括对抗变种毒株 为阻断病毒传播链取得具体进展 西班牙制药公司1月26号 在知名学术期刊《科学》发表了一篇论文 证实他们所研制用于治疗多发性骨髓流的药物 Plippidefcin和对抗新冠病毒 根据研发团队的说法 这个药物不是攻击病毒本身 而是影响病毒复制时 所需要人体细胞中的一种特定蛋白质 从而达到阻断病毒在体内复制或变种的效果 换一种比较易懂的说法是 受病毒感染的细胞 它需要隐蔭机来复制产生新的病毒细胞 而这款药物作用是停止隐蔭机的功能 让病毒细胞无法繁殖 这家公司目前正和西班牙及英国等监管机构进行谈判 已开始进行第三期的试验 而这款药物起先将用于一般的住院患者 而非重症病患 这一项取得具体进展的好消息 也激励法马马尔的股价 在星期二微盘大涨21.1%到每股106欧元 创下11月初以来最高的收盘价 马新社电视综合报道